好 时间整了 那我们准时开始咯 各位线上的伙伴 大家早安 然后是台湾时间的早安 对 那我们今天呢 要进行国际青年日跨世代的座谈会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主轴是年龄平等的未来 待会呢 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 那大家记得就是要起来活动 就是或许真的很精彩 但是要记得喝水 然后以及要动一动 不然就身体会僵僵的 那健康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主轴呢 其实是要缓扣在2020年 就是国际青年日 那每年的国际青年日都是8月12 刚好今年非常因缘俱足 我们可以一起邀请很棒的讲者们 来跟我分享在不同世代遇到的一些年龄问题 那其实8月12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今年的主轴是要强调 为了要实践永续发展的目标 所以世界上的任何 不管是老人青年中年壮年以及小孩 甚至是小婴儿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落对 也不可以掉对 可是要促成这件事情的发展 以及达成这样的目标 是需要不同世代的人进行相互合作的 好 那请帮我放VT第二页感恩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了 像延伯温执行长 黄云金主任 幻询一展跟佩颖 接下来会再稍微深入简介各位讲者的资料 然后我是主持人新宇 好 请帮我放下一张 感恩 好 那我们就是今年在收集 报名座谈会的年龄层 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总共有19个国家 然后呢大概190位的参与者 想要报名这样的座谈会 那我们做一下后台的分析 发现27% 有两个27% 一部分是黄色的 一部分是绿色的 就是代表说我们状年跟青年人 赞的比例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其他年龄层 也都是蛮多的 算是平均的数据哦 我们其实对于跨世代的合作 跟沟通都很在意 好 请帮我翻上一页 谢谢 好 然后也收集了相关的题目 隔阂到底有没有造成生活上的问题 40.9%的人认为是有造成问题 但是有26%的人会觉得有一点不确定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 对大部分人有稍微影响的 好 然后再来我们收集的第二个题目是 认为跟其他世代沟通 合作的难度是不是高的 那其实大家都选中等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 是中等是46.7% 那到非常难的也有9.2% 所以这个难度是中等偏高 然后呢我们也收集的不同是在对这件事情 这几件事情担心的议题 然后我们发现45岁以下跟45岁以上 都对于气候危机这件事情感到忧心以及关注 然后但是在二三名有稍微的不一样 那这以下这些今天收集到的素材 我们会在10月22的提亚大会在深入的了解跟沟通 好 下一页 好 那在严博文执行长开场致时以前 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其实有分X世代 Y世代以及Z世代 那X世代呢就是泛指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 那大家可以稍微对号入座一下下 应该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听众也有这部分的人 再来就是Y世代 Y世代是1980到1990年代出生的人 那大家也再来稍微对号入座一下 你是Y世代X世代 最后一个就是包含是我自己 我自己是历世代 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放的历世代先做好 那其实我在前阵子收集数据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还有一个叫阿法世代耶 阿法世代是代表说 他一出生就可以拿着笔电 跟他手机在玩的那些小baby们 所以在不同世代里面 我们今天很高兴 也很感恩有这个机缘 大家可以趁着联合国的青年日的活动 然后呢我们一起在这个现场 然后听大家不同世代的感想 以及沟通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延博文执行长为我们致辞 现在是训练我的 就是口语 我在看他的唇语中 加以没有声音可能需要再重新 share screen share song 没关系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读唇语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各位国际青年日跨世代座谈会的分享者 与参与者大家好 联合国订定每年8月12日为国际青年日 今年以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Creating a world for all ages 也就是世代团结作为主题 及期许跨世代平等合作 善用所有世代的潜力 达到真正Leave No One Behind 实现永续发展目标SDG 10 根据2021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年龄歧视报告 青年人在就业甚至参与健康与公益各个领域 存在与年龄有关的障碍 我们希望增加跨世代的对谈与聆听 帮助青年投入社会创新 充分参与社会发展 包括消除贫困和不平等 才有机会达到社会祥和的未来 实际国际青年会 提亚在国际青年日8月12日的周末 邀请跨国家、跨领域、跨世代 以及慈继联合国青年代表 以年龄平等的未来作为主题 进行中英两场对谈 一起寻求世代理解与共同解决的方案 今天对谈的内容与意见 我们将会作为2022年10月22日 第一届慈继国际青年大会的议程参考 深具意义 再次欢迎线上的分享者与参与者 也祝福对谈顺利圆满 感谢就是燕博文执行长 就是在忙碌的空档中 就是帮我们还拍了这样的影片 那相信今天的对谈 会是非常软满跟顺利的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今天的分享者 好今天的分享者呢 第一位我们会从就是待会不会从这样的顺序开始 那我先以这样子的PPT来做介绍 那我们第一位的分享者是我们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办公室的处主任是运进主任 运进主任你可以跟大家哈喽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运进 好感恩主任 那我们第二个分享者是幻询 幻询要特别就是请我介绍的时候 他是马来西亚的伙伴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跨域也是跨界 甚至是跨国际的对谈 好幻询可以开麦克风跟大家say hello hello大家好 我是幻询 好欢询你好 那第三位要介绍的是黄逸展 那逸展是从高中到目前就是不断在挑战自我的人 那目前他是担任联合国资讯科技的专案经理 好那请逸展跟大家say hello hello主持人 大家各位在线上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黄逸展 好逸展好 那最后一位是佩颖 佩颖有十年以上的那个专案管理经验 那常常需要经过跨域沟通以及跨世代沟通 那目前他是任职于华硕产品服务评管经理 那请佩颖跟大家say hello hello主持人还有各位大家好 我是佩颖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针对不同的世代 刚刚有说AK世代Y世代以及第四代 今天是没有请到阿法世代啦 阿法世代太小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不同世代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 以及就是稍微再长长辈一点点的人会跟我们分享他的沟通经验 以及跨域经验 对那我们首先会邀请到的是幻询 那因为幻询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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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爱的历世代 所以我们这群历世代就是想要请幻询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幻询 好那我们把我们的就是focus转到幻询身上 嗨幻询你好 好那我今天就是我们这边有收集一下大家的问题 有两题想要对你询问一下 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的历世代而言 那目前就是常常会日到一些沟通上的隔阂 跟沟通上比较神秘的地方 然后啊但是就是常常会这样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开始去害怕接一些棒子 害怕承担一些东西 那想要问幻询在这部分 有没有想要跟我分享过的过往历程经验 然后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一些资讯不敢接棒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社会上会有一点 有一点状况的地方 比如说人力不足或人口老化 那在这样其实是有严重的影响到社会的一些组织运转 那我们今天可能想请你从第一世代的角度跟观点来分享一下 你认为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产生 以及你想法还有生活经验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哦 好感恩欣宇 先说说问题的原因吧 我自己感觉普遍而言 近世代我们所平均受教育的水平算是比较高啊 当教育水平都高的人成为大多数的时候 就是你想要获得那个更优质的资源 其实就是必须很努力去比大多数已经很优秀的人成为更突出的人 而就形成一种内卷 内卷其实就是一个群体或者同行之间 由于竞争激烈啊 就是导致个体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去争取那个顶端非常有限的资源 那这就是内卷的现象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 然后也加速了那个更新迭代 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Z世代的人 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争夺那个顶端的有限资源 去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啊 所以这也是导致我们Z世代的人更容易去陷入一种无尽的精神内耗啊 然后焦虑啊 就那天我看到那个麦肯锡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就显示 25%的Z世代人群就指出感到情绪抑郁 然后这个数据其实是Y世代和X世代的两倍 然后也是婴儿肠世代的三倍 所以我们生活压力大 房价物价很高 但是收入其实可能就没有很高 然后生活节奏很快 工作很多 甚至因为科技发达 导致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界限非常模糊 那这些压力就在长辈们眼里呢 或许不值得一提 所以可能会认为我们成长在一个经济和资源都非常富足的时代 然后享受很优越的那个学习啊和工作环境 就没有什么应该抱怨的啊 那就比如说啊 我的外婆她就会觉得我工作就不需要体力劳动 不需要种田 不需要种菜 那还可以天天吹着冷气坐着在桌子前面 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可是就是 可是像你看我20几岁 我的头发量就比她80几岁老人家就少很多 这样子 所以两个时代背景的困境 其实可能不能相比较啊 对我来说 就是承受的压力其实也不该拿来衡量 而是应该就是互相尊重 去寻求理解 这个是我看到那个年轻人不太敢接棒 就是那个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这样子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一个地方 而另外我们这个这一辈从小接受的那个教育观念是 长大后要去追求理想追求自由 然后对世界和社会要去做出贡献 可是真正踏入职场和社会 就是我们是 所以我们就始终就不想要匆忙 可是同时间现实其实未必允许有每一个个体 去追求我们想要追求的 所以这样的无力感和这样的拉扯 其实很容易导致我们去失去方向 然后持续焦虑 这样的困境也是 也是蛮多长辈不太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 年轻一代在踏入这个企业啊 机构组织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 这些都是长辈们 他们已经先设立好的结构啊 框架等等 那对已经有了结构 长辈们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坚持啊 那同时间 年轻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需求 不被关注 或者我们的声音不被听见 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够被理解 很容易就会感到灰头土脸 或者沮丧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离开 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就各走各的吧 所以这不同的事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成长在不同的时代嘛 所以所经历的大事件肯定就不同 然后落印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时代痕迹肯定不同 就塑造了不同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 所以如果代际之前我们缺乏一个双向的沟通 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共识和理解 那就很难就是一棒接一棒的世世代代去传承一些 我们想要传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沟通能够帮助彼此了解对方的出发点 然后如此一来也就可以互相善解跟包容 对这是我的观点 对就是真的跟换旬所说那身为历史代我有感受到 这是资源有限但是资讯量无穷 然后这样子两者之间的拉扯确实让我们在精神压力上面会稍微大了一点点 对但是也跟换旬最后一句就是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真的要开始常态心胸的进行沟通 以及进行了解 那我们可以达成不同的相同的意见 然后但是是在一个同样的水平基准上面 我们可以进行沟通 那所以现在我们先邀请到外世代的代表 好外世代的代表是配音 那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到配音身上 谢谢欣宇 我刚刚听了就是换旬 sorry你先 没关系你可以接着讲 对 好就是刚刚谢谢欣宇 然后就是刚刚听完换旬的分享 我真的是感触很深 因为就是他刚刚讲的情境可能就是我在职场里面 就是到底谁是加害者 谁是被害者 我可能很难说明 但是的确换旬现在遇到的状况 我们在职场里面常常遇到 所以我也想趁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年前 就我们刚成为终身在德国 然后首次面对跟自立世代沟通的失败经验 那看就是这个经验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就是沟通失败的一些原因 跟分享我和团队怎么样透过就是经验学习成长 然后在世代和解的议题上 我们尝试想要有一些解决方案 那三年前就差不多我刚步入30岁这个中生代 然后呢部门因为组织扩编 那新招募了一些来自就是大学的新鞋 就是Z世代 那面对新人我们展现的关心可能流于很表面 比如说看到新人就是礼拜五化妆就是登场的时候 我们就在问他说 哎你是不是今天要出去玩 有要跟男生出去吗 那自以为可以拉近就是距离的关心 但是当下新人也没有特别回应我们 然后我们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那另一个场景就是针对比如说像部门的运动会的预算花费 那新人刚提出来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要花费30%在气球装饰 然后对我们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之为末节 不是很重要的就是地方 结果在部门预算案的会议里面 我们跟其他的资深同事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知道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措辞就是严厉到接近是在批评 就是新人的预算案 然后再后来就是当新人的小主管之一 就是哎为什么你的就是部门专案进度落后的时候 哇新人委屈整个就是一次性爆发 然后就不停掉泪也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我们就心里想说完了 就是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 就是我们怎么会把就是一个Z世代逼成这样子 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们过去这些无意的玩笑 可能只是让新人觉得哎 这些主管是不是热衷八卦 然后就是隐私被侵犯 然后针对预算案 然后我们自以为的这种指导 因为不选择就是沟通的语言 然后让新人在这个大庭广众下被批评 觉得很难堪 所以再echo一下刚刚就是对换讯说的 就是不好意思哦 我们在当下就是没有选择语言 然后真的让新人觉得就是压力真的非常大 也对工作上面就是非常感到无力感 那那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好像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努力 然后或是提供意见 可是我们究竟做错什么 然后造成这样世代的冲突跟隔阂 然后所以当下我们其实就觉得 应该是因为彼此我们只有站在自己的角色说话 然后也不提供彼此协助 对彼此也缺乏信任感 那我们就放任这些就是错误的沟通 然后产生了就是误解 最后才会导致就是世代的冲突 那冲突发生后 我就跟小主管就是率先先邀请 就是新人同事进行谈话 我们先澄清了玩笑话的意图 并非在八卦 我们其实可能只是想要展现友好 那最后我们也重获了信任 那对于预算案 我们开始理解我们彼此对于就是预算的观点并不同 然后对彼此的观点进行辩证 我们最后也拥有了比较好的预算计划 那最后就是主管在协助新人中 专案可能预见的困难 然后补充相关的知识 让新人可以准备好 就是应付职场的挑战 三年前我们大概透过就是在组织中 重新理解沟通跟传承 修补彼此的关系 然后挽救了当下的冲突 那这时候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当下愿意抛下 已经对对方存在成见 然后并沟通谈话的就是团队伙伴 让我们可以就是一起解决就是问题 然后而且合作到现在 那直到上周 就是我要参加这个就是 speech的时候 我的中国同事又在跟我分享 他跟青年世代的就是冲突 下面是他的原 quote 他说 我每天事情弄得跟打仗一样 一次两次我可以让你 但是那边火烧美毛了 这边你还在跟我说 我不够尊重你 我尊重你个锤子啊 类似像这样打鲁用语 但是看起来就是世代冲突 在世界各地 然后或是就是在你我身边 随时都在上演 所以只有在组织中 我们认为其实除了实现 就是组织的短期利益 就像我同事说的 然后就是短期利益之外 也要兼顾就是消除世代 隔阂是我们的一种 态度跟处事方式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是单方面的 在退让跟迁就 那也不会感到就是辛苦 那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持久的 经营跟不同世代之间的良好关系 那以上是我和就是工作伙伴 直到现在都还在磨合跟学习 怎么样兼顾绩效啊 然后还有就是创造一个沟通良好的工作环境 然后也希望分享这个一开始失败 最后大家尝试修补啊 互相理解 让我们一起在消除世代隔阂上努力 谢谢 就是谢谢佩颖 就是我刚刚提到几个 我自己也很感同身受的部分 就是首先我觉得你们好有勇气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跟一个人撕破脸的时候 我会不敢说 就是在短时间内 我会不敢再跟他敞开心胸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错 然后所以我就会不敢去跟人家沟通说 我们坐下来来谈谈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在那个情绪点上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 我有可能有时候就隔三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身为一个所谓的历世代 我觉得在面子这部分跟那个怎么讲 我自己也是会放不下 所以即便我是一个小小的历世代 然后对真的我觉得你们 而且尤其是刚刚是听你说 是由你们发起的 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外世代真好 就是有这样的哥哥姐姐们真好 就是你们愿意坐下来 然后我们彼此的倾听跟了解 对这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地方 那刚刚你在最后的时候 我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要在 可能绩效以及管理文化上面 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尊重 这个是真的是不断 这辈子都要再持续学习的事情 那就是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请到 那个我们的 诶开始世代代表的认定主任 那想就是询问一下 认定主任对于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相关沟通组织的一体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有什么有趣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是你怎么样做解决的 非常感恩主持人 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 刚刚特别提到前面两位 谈到的case 其实都感触都蛮深的 那我从慈激基金会 就是以一个社会NGO的团体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的确不同的世代 它因为成长的背景的不同 它因为整个时代发展的脉络的思维 其实会产生差异 这个的确是会的 所以我们除了看到它的差异性之外 我们更尝试着去建立起 这个不同世代之间的沟通 跟cooperate的一个possibility 可能性的解放 那我就举两个例子 那大家也都知道说 特别是在台湾 慈激的志工的年龄层 坦白说长者比较多 大概是50岁以上的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左右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能够让他们对于年轻世代 甚至于小朋友 他如何对于刚刚谈到的 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 能够多一点的互动跟理解跟带动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尝试了一个解方 推出了一个叫做 慈激加上线上的电竞比赛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慈激这么一个所谓的 比较有一个传统性 或者是一个宗教情怀的一个慈善机构 非常重视环保的一体 没有想到推动的方式 除了日常的资源回收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社区的宣导之外 还会走线上的program 而且还是电竞比赛 哇 这个跌破很多人的眼睛 可是我们在入校来做推广的时候 我们这些的这个试用世界 大概50多位 60几岁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数位的能力 其实没有那么好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PPT里面 45岁以上的他很关注的部分 是所谓的数位素养的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很关注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方面的能力 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因此呢 我们就请一批的 这个比较年轻的来协助他们有关 不管是pakemo也好啊 还有包括我们透过 REGIC线上的一个登录的系统啊 哇 产生了很大量的数位学习的方式 而且到了学校了以后 没有想到是跟国小六年级的孩子 在学习pakemo上面的所谓的数位的 这个游戏化的方式来学习环保跟防灾的 一个知识 这个是我们这个透过这样子一个方案的方式 来促进跨世代之间的一个很好的 沟通的桥梁的可能性 那现在大家都坦白说玩得非常的高兴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我们提出的一个解方 第一个解方呢是大家会刚刚提到说 这个年轻的世代可能对于上一个世辈的 这个这个世代的一个生活环境 还有包括等等的不太容易理解 投入慈善的领域的方式 方法跟思维也不尽相同 但是呢我们在差不多两年多前 就推出了一个安美的计划 安稳家园美善社区 从长者居家安全来做起 因此我们就会邀约年轻人 年轻的世代一起 跟着我们很资深的这个师兄师姐呢 居家访试到偏乡啊到原乡啊 去看看他们居住的环境 然后开始动手一起来帮忙 改善跟打造他们更好的生活居家的环境 同时也关注到弱势家庭的 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所以当年轻的世代他们参与的 实际上的具体的慈善方案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记住的行动 可是他们在体会了以后发现 哦原来做好事还需要有一份恒实力 跟一个很好的沟通力 不过呢虽然是传统的慈善行动 但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也善用了现代化的科技 我们透过LINE的方式来登入 我们目前在全台湾 已经在哪几个乡镇 已经帮助了多少个家庭的统计数据 就非常的清楚 提报系统 它的进度 以及它的完整的情况 它的经费的使用的情形 一清二楚 非常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透明 所以我就举刚刚的这两个例子 那我们最主要的部分是 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不同的世代 它的确会有差异 但是我觉得说 产生一个彼此互相的尊重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一种心境的态度 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最关键的部分是 要有创新跟创造的精神 换句话说 在不同的世代 只要有想要创新跟创造 我觉得它就很可能创造出 跨世代的沟通 第三个部分是 我觉得持续性的学习 不管是这个年纪比较长的世代 Y世代 Z世代 那我觉得不断地学习 学习自己的专业的领域的增加 学习的不同世代的一个沟通 所以我觉得说尊重创新跟学习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 蕴藏着一个对于人类 对于社会的那份的爱心 我觉得应该就能够把所谓的 世代性的差异 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这个大概是从慈善的角度 从我们在投入这个环保 在全球的一个人到援助的工作的角度 看出来 我觉得要解决跨世代 跟这样子的一个 世代性的一个差异的部分 有可能性的解放 大概就提上述的两个建议 给大家做一个经验的参考 感恩 好感恩运进主任 那我这边其实听完运进主任的分享 就是我非常认同 就是我们处于不同的年纪 年龄层的话 如果有保持持续学习的精神 然后真的是在 不管是X世代 Y世代还是D世代 只要你愿意去发起某个活动 那他就是开始在 开始在做滚轮式的 就不收集不同的意见 然后我们会产出 像刚刚主任说的安美专案 有邀请年轻人 或是词记这两个字 跟电竞合结合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 已经既定的词汇 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可是或许我们每个人 都要把这样的既定印象给掀开 重新认真的检视里面的内容物 跟真实目标 我们就可以进行跨世代的沟通与合作 那我这边想追问主任一提 就是主任从年轻到目前为止 都是一直在词记的慈善事业里面 跟词记一起合作 那我想想 我想非常想询问主任 就是在年龄的转换上 因为我发现自己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跟不同人沟通的方式 就是怎么做调整 怎么慢慢的微调 然后到承担 然后到现在可能要扩散 这样子 好 非常感恩 这个题目 这个想当时的时候 经常参加一些的program 我大概都是属于那个最年轻的 那没有想到 我这个在今天这个program 就是属于叫做比较年长的 这个时间总是非常的无情 那不过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在 投入在词记 在慈善的工作 特别是在全球的一个人道援助 我觉得说趁着年轻的时候 其实多去丰富我们的生命的历练 那对于不同的国家宗教 以及它发生的灾难 还有包括不同的时代底下 它去面临灾难产生了一种生命的韧力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跑遍了 像北朝鲜也去过了这个将近十多次 还有包括也在伊朗的巴姆大地震 在那边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住在帐篷里面 然后晚上都是零下五度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那所以其实正在的生活 坦白说是蛮刻苦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历练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是真的体会蛮多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跟我的长辈来学习他们的正在精神 来学习他们如何看待这样子一个灾难的一个变化 那逐渐呢 我现在也已经到了将近快五十岁了 那刚好我们这个年龄呢 刚好就是甲心饼干 比如说我的上个世代的 他们可能是从这个从小 这个所谓的日剧时代 然后这个一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打住算盘的一个过程 学习的一个过程 到他们可能五六十岁才开始接触到3C产品 像我的部分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3C产品 可是这个所谓的外世代 第世代的呢 他们可能就从这个小学或者是博中之后 开始接触3C产品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刚好接触到的泥土长大的 跟所谓的电脑长大的一个不同的世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要能够产生一个 我个人觉得那个柔软心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对于长辈长者要有这份的柔软心 你对于年轻的世代 也要有一份的柔软心去理解他们现在使用的语言 跟他们现在的脉络的思维 跟他所承受的压力 其实都各有不同 那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四五十岁的这个世代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柔软心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我觉得一旦有柔软心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性 那愿意多沟通 我觉得就能够串起这个 elder跟younger的generation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 似乎是一个责任跟使命 然后希望能够这个做得很好 其实听起来担子非常的重 就是那个柔软心 其实真的是很需要不断的训练 那像就是运进入论 可能从以前就开始有在训练这一块 到我世界各地去 就忍住慈善事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对我自己而言 就是做慈善跟做善事这件事情 会不断的在培养自己那一块 那个柔软心 然后也分享一下 就是带我们学校的孩子啊 就是所谓的阿法式带你的小小孩 对阿法式带小小孩 就是像我有时候也会不小心 就是很凶的跟他们讲话 然后我发现很凶的时候呢 这些孩子就是不会拟你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像英俊主任这样的方式 柔软的跟孩子对话的话 然后他们真的是下课 就会不断的冲过来连着你 就是每次大下课 就是办公室都是小孩 但是就会有这样子 但我真的觉得那个爱 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 还有一位就是分享者 那他也是从高中时候 就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然后他可能也是 少数台湾人到联合国 就是进行 就是当专案经理的部分 那就是在一展 哈喽一展你在吗 哈喽我在 对就是辛苦一展 就是等到这样 这个时间 就是一展这边 就是我们想问你的部分 有两个地方 就是因为你目前正在 联合国组织就职 然后还有你现在在柬埔寨 对不对 对我现在柬埔寨 但大家放心 我没有被迈过来 对他是就是自认 有计划的过去 所以大家就是就是 对他非常安全 好那就是想要询问你的部分 是因为你在联合国 这样子的跨国际组织里面 那一定也会遇到像沟通啊 或是不同年龄层的领域的问题 或者是合作 那想要问一下你对于就是年龄歧视 在联合国的这样的定义 是怎么样看待的 好那谢谢主持人啊 也非常感谢刚刚 欢循佩颖还有运京主任的一些分享 那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它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我们的高龄化的社会已经来临 不管是台湾日本 甚至是发展中国家 像泰国柬埔寨或者是马来西亚 我们都已经在看到 越来越多的高龄人口 它其实是占据社会主要的一个群体 那在大家又比较不愿意再生产 应该说生育后代的情况下 这个年轻族群跟高龄族群 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 它变得很重要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说 今天有一个SDG跟永续发展相关的议题 能够拿高龄人议题 或者是世代对话的议题作为主角 因为过往我们在UN 或我们在跟很多企业跟朋友接触的时候 大家谈到永续都在谈气后 那当然这也是今天刚好各大年龄层 都很重视的议题之一 但除了气候变迁的议题之外 其实跟人相关才是SDG 最核心想要探讨的部分 那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联合国里面所遇到的 可能跟年龄歧视比较关联性的一些案例 其实在UN是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国际警制里面 基本上性别的平等 不同族群的平等 种族的平等 还有年龄之间的平等 是一个非常被重视的领域 那我印象很深是在我们过去 应该说工作的生涯里面 大概每个月甚至每一季都会有一些 我们叫workshop 很像是台湾的公务人员的一些 进修时数 有要求你每一年必须要 进修某几个小时 或是要符合某些题材 那我们就有上过像包括职场霸凌啊 像包括禁止收贿啊 或者是性别啊甚至是年龄这样子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培训 那在年龄培训的应该说年龄互相了解的这个年龄歧视的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在近几年有观察到一个蛮严肃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当然除了沟通之外 包括说数位的落差 刚刚运进主人有提到 创新创造跟数位学习 这个其实在高龄族群的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会发觉它相对的是具有弱势的 它没有这么熟悉所谓的3C电子产品 它没有这么熟悉所谓各大软体跟各大我们说社群平台的操作 当然LINE跟Facebook现在很多人都会用 只是更新的一些工具 或许这些高龄族群它并不是这么的熟悉 那我们说不光是台湾 包括在东南亚在中南美洲 甚至在东欧 这些比较相对发展没那么先进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很大部分的高龄族群 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必须隔离在家 它必须不像年轻人可以用视讯上课 可以用网络购物的方式去采购自己的必需品 那这些高龄族群它可能没有这样子的know how 它在家里其实是造成另一部分的隐忧 那这个也在联合国发布的一些年龄歧视相关的报告里面 有特别点出数位落差 这件事情其实造就了很多的孤独 很多的抑郁 甚至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性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UN的很多政策上面 也是希望说能够让它在透过教育 透过培训或透过协助高龄者能够跟年轻人多一点的互动 刚刚都有提到跨世在间的互动 或是把一些可能年轻人跟高龄的朋友放在一起 我们去比如说玩电竞啊 或是做一些可能资讯上面的一些互动的方式 能够让高龄族群知道怎么去更进一步的跟这个世代做一些结合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观察到也正在发生的事 那回过头来我自己分享我的经验 是我认为我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吧 我们在UN的工作环境里至少在我的部门 我是在维和部队跟资讯科技处 我们部门里面也蛮多比较年长者的一些员工 我印象中跟我玩的最好的 是一个来自伊朗 他已经68岁了 其实已经是退休 然后再继续回来做顾问机 那我只有他就坐我旁边 所以因为他来自伊朗 所以我就对他极度充满着好奇跟兴趣 那那时候我们几乎是每天中午都会一起吃饭 大概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后来他调到纽约的部门 我们就没有再每天见面 那我觉得跟他这样子的朋友沟通 那我自己是31岁嘛 那他68岁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认为很重要的核心点是 你不会把年龄当成一个障碍 他也不会当成一个障碍 我也不会当成一个障碍 在互相尊重彼此的情况下 我们绝对可以认同或不认同彼此的价值观 那没有关系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绝对要在平等的基础上 我们进行一些良性的互动 我举个例子 作为伊朗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 他就一直很好奇 就是我们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那他当然他的立场相对比较接触的资讯 比较是中国的媒体给的资讯嘛 所以对我们这边就会有一点挑战 那当然我就要跟他解释啊 解释说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子啊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子啊 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这种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他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关系 而有他年纪比我大 好像他长得就好是对了 那不一定 那如果我能提出有理有据的一些反证 有理有据的一些论述 他也是很乐意去倾听 进而去改变他原本的一些旧友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是在跟UN的员工 或者是我以前的同事互动的过程中 我学到的一个 应该说得到一个蛮宝贵的经验 那刚刚卉询跟佩宇也分别都有提到 在跨世代的沟通上 其实怎么样去用适当的语言 跟适当的态度 其实他占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你讲的内容 跟你所想要表达的一些讯息 反而可能会因为你的错误态度 或你使用错误的语言 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或是预期之外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最后做一个呼应 在联合国里面 确实比较相对年龄间 不会有这么大的歧视的问题 但联合国发布了很多报告 有观察到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回过头来怎么解决这些状况 我认为沟通时候 你要去掌握到这些比较敏感跟细微的部分 也算是呼应刚刚运进主任提到的 这个柔软心 它不是只有40岁50岁60岁的族群 需要有这个柔软心 我觉得20岁10岁甚至30岁我们这种时代的 也都需要有这种 我们讲柔软心或敏感度 当你越在意别人会不会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那个沟通它可以导致更好的一些效果 那以上是我最后的一些分享 谢谢 好 谢谢一展的分享 那其实他刚刚说 在于绝对政治正确的联合国来说 年龄好像不是一件非常需要 被特别框出来的一件事 那那个重点是在于说 大家其实有对于议题有正确的观念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在沟通的过程 讲话的过程去思考 对方到底舒不舒服这件事 所以回归到这边 我就是还有以上各位讲者的就是分享 就是真的那个柔软心 以及你有没有为人家着想 还有讲出来的话 具不具有供给性 这个反思的历程是很重要的 那我刚刚想到一件蛮好笑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其实不只在于 跟人家工作场域上 会有这样跨世代的沟通 其实在自己的家里面 也会有跨世代的沟通 对 所以在跟自己家人的时候 有时候是更怎么讲 更直接 更无私 更直接赤裸地直接跟家人进行沟通 那也是我这边主持人想要补问 各个年龄层在跟自己家人沟通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什么方式 去避免这样子跨世代的冲突 那想问四位长者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部分 既然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 四位长者 这个不小心就变成长者了 那么我就先回馈一下 比如说我跟我的母亲 我母亲今年也已经七十五六了 那么我在将近快七八年前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她使用脸书 然后使用Line 那她本来其实是有点拒绝 那不过妈妈我跟她讲说 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她的好朋友 这个亲戚 都会在Line里面互相传送这个早安图 她就可以知道 谁有跟她在做互动回应 她就很喜欢送这个早安图 她一天 从她起床之后 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送早安图 她不是那么简单的 叫做分享出去 她是客制化的针对每一个人 写她的名字 然后给她问候早安顺便问候一下 她的这个最近的工作的情况 所以她跟我说我很忙 我每天早上在Line里面 传送客制化的早安图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她开始 这个就开始对于脸书 分享她的这个事情就很有兴趣 她就开始跟我讲 她怎么传送照片 拍照片等等各方面 我发现 这个长者对于 social media这件事情的黏着度 对于促进他们这个generation的connection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既然她有兴趣 我就不客气 我就经常跟她开始 透过社群的方式 来跟她做相关的促进 经过这样子的以后 她对于不同世代的思维 不同世代的使用工具 那她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better understanding 那我想有时候跟长辈沟通的时候 还不一定要直奔 这个主题 有时候可以透过旁边的议题 像我跟我妈 透过数位的方式 我经常就会解决 你这个电脑或者是iPad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解决 她觉得我愿意帮她解决数位落差的这件事情 她就觉得我很孝顺 我很贴心 所以我再就举这个的例子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看看 真的 其实大家里面都会有一些长辈 对于这件事情很重视 就我身边像我妈妈 或是我爸爸 或者是他们那个年长者 是故事部的年纪 真的他们好喜欢 然后我问过就是长辈说 为什么早安图那么重要 他们说就有点像是 以前的手写卡片 他想要把每份祝福 跟每份对别人的关心 用这样很方便的方式去 送给别人 所以这是他的早安图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跟意义 对 那除了早安图的 或者是日进主任是 使用那个解决数位沟通的问题 让自己的母亲感到非常愉悦 那像Y世代或第四代代表们 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下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对于 遇到自己家人跨世代的沟通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刚刚点名到Y世代 我等一下保留最后给换寻 Z世代 就是我就是 那我又今天怎么是一个 反例代表的概念啊 就是刚刚就是运进主任 就是讲完之后 我又突然想到 解决数位落差这件事情 我在家里好像做的也不是太好 因为我通常是在办公室的时候 然后接到我妈的电话 然后说就是那个电视为什么 因为现在智慧电视 然后那电视怎么又又跳掉 然后就是又不行就是看 然后不能从Netflix转回去 等等这些 然后或者是回家10点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听到妈妈说 我这LINE就是出现什么问题 当下就是你当很想休息的这个情绪 然后就是结果又插进 就是不同事情的时候 哇这个整个情绪就很想要上来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措辞 就是就说 这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 妈妈怎么还不会这样子 然后就是 然后又气冲冲的帮她解决 所以我刚刚画面的运进主任是 孝顺的儿子的代表 我不孝的女儿 然后呢就是结果 后来我就尝试跟我妈沟通 就是因为我 我就也在告诉她说 其实就是我可能在工作里面 就是我在开会等等这些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情境 然后在妈妈可能有一些急迫性 那这个时候就是结果 我们就已经自由好 就是当她觉得我情绪要上来的时候 她可以提醒我 诶注意你的态度 然后好 ok ok 注意我的态度 这关键字就是我catch到之后 我就觉得好 那我要像运进主任一样 当一个就是孝顺的人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开始修正一下我的态度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两边互相提醒 就是我们觉得对彼此的communication 这个沟通的语言 就是不适当的时候 就是那大家只是在互相提醒的作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修正一下 然后就是重新整理一下情绪 然后互相协助 对又是一个反例的代表 不好意思 我要pass给 就是换询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反例 反正是那个提醒好重要 就那个刹车跟那个情绪的高张点 前踩刹车 这件事情好重要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方式 好那换询 你呢 既然运进主任跟佩颖都已经 延续着这个数位去讲 那我也讲一下我家庭当中的例子 因为我是Z世代嘛 所以我相信我妈妈应该没有 应该 不是不是 就是我妈应该属于是X世代吧 对对对 但是在面对这种数位变化 肯定他们还是应接不暇的 所以就是我佩颖讲的时候 我完全能够picture到她所讲的东西 就是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 如果你就要跟她讲你要点右上角那个打叉 上面那三个点 然后选择第三个选项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什么 然后你再点什么 这种这种画面太常发生了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一次两次真的记不住 那就真的很需要我们的帮忙 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是 就只能是耐心 然后我还可以分享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面对的就是 不只是帮助我的长辈 我可能还有 还有包括我弟弟也是 他比如他是00后 然后就是我们还会需要去帮助到祖辈 就是阿公阿嬷的那一辈 就因为像比如说去年因为疫情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话 就要用那个 他就有一个 你需要扫描那种类似一个 QR Code那种 然后去到每个地方都要check in 这样子 你要使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对于八十几岁 然后不认识英文 不认识马来文的老人家 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每一次我们回去 可能我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教他使用 你只要可能只需要点三个东西 但他就要练习二十几次 因为你就必须要很有很有很有耐心的去陪他练习那二十几次 然后还要画在纸张上给他 接下来点了这个会长这样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们在面对这种更新迭代的科技和信息爆炸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心疼他们所面对的困扰 因为这些应用程序不是今天涨价 他就十年都涨价 他可能一个月后他又update update之后他又换了颜色 原本你跟他说点了蓝色就变成红色 所以你就一直需要很耐心的去跟他解释 你也要比他更alert 更敏感的去注意到说今天这个东西改变了 他有可能就不会了 你要去提醒他 然后又要重新陪他练习一遍 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在面对这种东西的时候 尤其还有就是疫情当中 他们在社群媒体啊 在应用程序上看到很多传来的真真假假的消息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分辨得很精准 就是我看到他们所面对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因为可能信息就习惯掌握很多信息 所以就能够给他们更精准的去电认身假度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一辈 所有的优势啦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自己这个优势了 去帮助长辈 主辈也好父母辈也好 我觉得这个也有帮助去化解一个代际的矛盾 但是真的很需要耐心就是了 因为很有可能学学不会啊 他自己也没有耐心这样子 对真的就是在这样子上疫情前两年 疫情的状况下 就是每天就是我其实有加在赖群组里面 长辈赖群组里面 然后每天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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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后就说说今天疫情又很可怕啊 好紧张什么东西的 可是真的就是我们如果耐下性子去回想 为什么他想要把这个资讯分享出去的那个时候 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深很深的都是对人的关系 跟想要把自己知道的第一手讯息 让其他人也知道 但就是真的我们历世代可能自己也要有一点责任是 我们要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教自己的家人 或是周围的长辈去理解说有些讯息的来源 是需要去溯源的 对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 那在不同的物质与精神方面 其实我们也听到刚刚四位讲者 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focus的重点 对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对话过程 那我刚刚就是在大家在分享的阶段 我有收集几题Q&A 那想要来问问有没有 就是线上的分享者想要抢答 那第一题的部分就是对于行善 就是到底年轻人他想要注意 或者是切入点会是什么 这一题我们的年轻伙伴们 好其实大家都很年轻 我们心态上都是一样的 对 好有没有人想要分享看看 就是如果今天讲做善事这件事情啊 你觉得你会背什么东西或抬头 就是适应到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其实做善事这件事情 不管是哪个世代 至少我自己的话 我还是觉得只要能够实际看到他的 impact看到他的影响力 我就就是会去做 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华丽的切入点了 不一定是需要他很科技啊 还是怎么样 他只要是能够实际帮助到想帮助的人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selling point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也不计较是大善或者小善 他是去捐钱啊 还是去实际帮助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说会有一个他会 通常会阻止我 比如说去想再考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看这个做善事的方式是不是很直接的 如果他有很多的繁文乳结 就是before你做那件事情 你可能需要先完成很多的requirements 很多的事情 那可能真的是会让人hold back这样子 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很个人的想法 就听起来就是在时间资源上面 我们把时间也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就对于历世代来说 那其实我跟他一样 我们都是历世代嘛 然后我自己的部分也是 我觉得时间跟直不直接 有没有效果影响力 会是我这一辈想要注重跟注重的点 好那我们也可以向Y世代可以回答一下 主持人不好意思 我是Jack 请问我是在什么世代啊 我刚才一直在confused的事情 我今年31岁这样子会算是XY还是Z 你带尴尬的XS跟 不是你没有带XS 你在尴尬的就是Y跟Z的交界 所以看你想要把这一辈子拿 那我feedback一下好了 那刚刚因为我觉得也讲的都很棒 就是从本自己的内心出发 跟到底它是不是实际有影响力 那从UN的角度 跟我过去在国际组织 比较长的时间的角度 我分享一个比较学术跟数学的一个思维 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说在你做一件 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帮助高龄者避免歧视 或是你在做善事 或是你在做环境永续这一类的议题 我们有个很好玩的一个工具叫做SROI 我们叫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学财务的可能就叫ROI 就你的投资报酬率 但如果今天我们把Social 社会投资报酬率 这个工具给纳入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玩的数字 一个量化的指标 叫做你每投入一块钱 或一分心力 在某个特定的议题上面的时候 它可以有多少 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来代表它的回报 那我举个很简单很好玩的例子 在今年4月5月的时候 我们工作的关系去了一趟土耳其 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 那边有一个组织 是台湾人自己经营的组织 在那边去建造难民营 那专门去收容阿富汗跟叙利亚的难民 因为土耳其是它最近的国家嘛 逃过边境第一站就到他们难民营 那截至今天为止 他们已经收容了大概6000多名难民在当地 那我们那时候就带了这样子一个工具 去协助它说 你一直在做事情 但这些事情它不只是有媒体报道 它能有更科学化的方式 能够更测量 更我们说verify 然后可以report 可以去验证 可以去报道的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就用SRI去帮它做一个设计 那后来得到一个很好玩的结论 就是当它这个难民的专案 然后帮助做好事嘛 帮助难民 每投入一块钱 实际上它可以得到20块的回报 所以这个你对学财务的人一听就 哇20倍的投资报酬率 其实就很棒 那当然你实际真的是看cash 看这个现金的这个状况 做难民 怎么可能会有投资回报 那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如果你把社会的影响力 你把这些对人长远的发展的影响力 都考虑进去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工具 它相对的也是用于我们现在跟很多 大型的一些慈善机构 或大型的一些国际性的一些人道救援的基金组织 我们跟它在进行沟通 在利害关系的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提出一些可幸福的一些数据 跟验证过程 所以在UN里面 其实SRI是一个很好玩的工具 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如果说 做善事的时候 因为本来就理工脑嘛 就喜欢拿一些这样的工具来去做一些验算 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对真的就是像Jack一站说的 就是像我也是想要跟我们周围的朋友说 慈悸这件事情的时候 自从慈悸有那样这样子数据 具体数据出来 然后有像一样就是一些PPT的时候 我真的好容易讲 我也讲他们说 哇那好那我就join 对就是真的对于就是 我觉得不只是我自己这个世代 其实我有看到事故事故 或是一些慈悸的张者们 他们有拿这个东西去跟人家讲的时候 他们也好开心 然后说哇原来我做的东西 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这么这么的有影响力 所以有这样的数据 有这样的平台 有这样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真的在跟人家宣导 或是在推的时候 是更有影响力的 那关于行善 引起年轻人注意的点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说到底 好像就是如果我们可以 把一个东西数据化 有图像可以传递出来 那这样的传递力跟影响力 是真的让我们在推行善 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题 那第二题我看到有一个 蛮有趣的题目 就是面对新一代年轻人 及有家庭的中年人 要如何驱动其学习力 有家庭的中年人 或者是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比如说我们外力世代 对那运进主任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平常是怎么推进 自己的学习力的 这个题目很好 就是我觉得就刚刚提到的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世代 我觉得持续性的学习 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关键的 那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 慈善的机构 而且呢 是一个人道组织的机构 那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慈善机构就单纯就是 把这个善事做好 不管是发大名 或者是还有经济上的需求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慈善的 推动的方式 推动的策略 推动的地图 还有要创造的一个 社会的影响力 因为现在面临到的是 人类共同 还有社会发展的一个 危机的一个状态 所以已经不再是 以前传统的慈善的 援助的方式跟模式 要不断的创新 像比如说刚刚 这个有提到的SROI 那其实自己本身就已经在过去这两三年就已经开始在SROI 那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科学论证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都出了相关的SROI的报告 那我们把志工的无偿的这件事情的部分 也把它算进来的话 实际投入一块钱的 这个慈善的资源 其实是可以获得50倍的 Feedback的价值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 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都觉得非常吓一跳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在 实际的系统的运作里面 我们投入了一份的爱情的资源 它就会产生50倍的这个影响力 那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在慈善的范围里面 我们都要一直不断的求进步 与时俱进 也因为这个样子 例如像我现在就在台中进司堂 我们在做一个关怀式的培训 的意思是说 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Lowes Family的这些人呢 就是说他们的亲人 就突然之间在大型的灾难往生了军事的悲伤 我们要如何关心他们 我们必须让自己具备有更好的resilience 除了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的韧性要增加 我们还要能够有陪伴关怀的功夫 那这个都要一直不断的精进的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进行关怀式的培训上课 那我自己虽然也是讲师 可是我自己也是学员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针对慈激在解决所谓的人类社会 跟地球的问题的时候提出的解放 我们要不断的成长的进步 像我也是防灾式 也是防灾式的种子讲师 那也是现在关怀式 还有包括等等之类的 要一直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的职能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整个社会 还有组织 还有人类的部分 乃至于个人 我觉得才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跟成长 所以我觉得学习快乐学习 而且是很温柔的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种生命的旅程 好感恩敬主任 就是真的是终身学习跟持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象一个情境 如果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在 比如说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卡关的地方 那那个卡关的地方就是那个学习点 那如果大家在做此机 在做此善 或者是在行善的这些路程当中 有曾经觉得一点点卡关的地方 那恭喜大家就是找到自己可以持续学习的方式 就像运进主任刚刚分享的 他同时是讲师 可是他的身份也是学员 对那我觉得这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层都 好像要就是不断的去发掘自己的那个卡关点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活得很开心 对 好那还有就是蛮有趣的题目是 年轻人如何梦想跟现实工作是并尽的 对正像我自己在工作的时 工作之旅要做一些行善的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会卡 对时间会卡关 我可能同时身份是一个老师 然后可能同时身份也要是一个某个project的 或是我可能要去推动社区的一些事情 但其实真的好累 说真的就是身兼多职 然后非常多的一些东西要做 那不只是我 我相信其实在幻询或配音 甚至Jack身上也 常常会有相同的事件发生 那你们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的 我可以先分享 因为最近其实我自己去年 然后到就是今年就是蛮多 遇到就是二十几岁 对Z时代 然后就是跟我console一样的问题 然后所以就是我认为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自己也很有就是理想认为 因为我要找到一份工作 它是就是你的梦想 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跟就是你的财务收入 可以是就是一起并存的 那应该是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很幸运 但是我后来就是在去年 我看了就是Charles Handy的一个就是他提出来的理论 叫career portfolio 然后他在说明就是人生其实可以有三种工作 第一种工作是就是创造就是你的就是金钱收入 然后就这就是其实是就是让我们就是用就是我们的就是 呃知识啊或是劳力换取饭吃的工作 第二种是就是无偿的工作 无偿的工作就表示比如说我们在做志工啊 然后或是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跟技能 然后或甚至是只要帮助就是像我刚刚帮助我妈做digital的这种就是training 然后就是没有收取任何酬劳 那你因为你透过解决了人家的问题中可以得到就是一些就是快乐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自我实现的工作 就是每个人可能会有他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这样子的就是憧憬跟理想 那当然就是这个这个可能是就是你会随着就是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去改变 那你透过就是哎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之后 就是达成你自己的自我实现 那当然刚刚这三种工作有可能是就是你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可以兼具两个 或是你就直接把它拆分三种工作 然后变成一种career portfolio 那这个新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的概念 就是啊我不用把所有的就是鸡蛋就是全部塞在同一个篮子里了 就是我找一个工作就是要balance全部的就是这些就是目标 不如我就把它拆成就是不同的就是小项目 然后就变成那这样可能就会像新宇一样刚刚讲的哦真超累 对但是在过这超累的就是时间分配当中 其实这中间我们都有学习也有成长 然后也兼顾了就是自我实现跟帮助别人 那这样其实你的选择就从原本你可能很niche 只有一两种工作你可以做之后 像你就打开就是变成就是变成可能你有二三十种工作 可以加入你的这叫投资组合时间的投资组合 那在这个观点下面就是去年就我发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开始参加就是蛮多就是慈善的计划 然后到就是哎今年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我发现 其实Z世代很关心就是很关心就是怎么自我实现 跟就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那我就是在短期之间他如果没有找到就是三个 perfect match 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就是可以做这样的财分 人生可能会过得愉快一点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佩奇 谢谢佩奇 就是其实我我后来有就是经过佩奇的像这样的论述之后 我其实又想到一个议题 就是对于像我目前的状况或是历史时代的状况 是在众多的选择中怎么样聚焦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会把时间精神跟可能金钱做切割 可是我我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幻学没有跟我一样 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在选择东西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发散 或是说到底要怎么样聚焦在一个主题上面 然后想要问一下像Jack有没有就是可以分享的部分 哦好啊你说聚焦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 就是聚焦我们聚焦在比如说人的自我目标的实现 自我实现上面你会怎么去定义自我实现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蛮复杂的问题 而且蛮哲学层次的 那当然是in general呼应一下 其实你刚刚可能一开始的提问是比较偏梦想跟工作之间的一个取舍嘛 那我会比较想要先提出的一个好玩的观点是 我们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比较狭爱的定义就是我要有报酬 这个才叫工作 我做一件事情要得到薪水得到收获 这个叫工作 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把工作的定义放得更宽广 或者是更不要这么局限一点 有些很有意义 这样呼应刚刚提到的 有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它不一定是有报酬的 举个例子 我照顾我可能身体为样的父母 或是我帮我的最好的朋友办一次亲生的party 或是我陪一位邻居的婆婆 她要去买东西 我陪她去帮她提回来 这些它都算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它不会有报酬 可是你可以得到的是一些可能金钱跟物质以外的东西 那当然在很年轻的时代 我相信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或者是各位如果线上有二十几岁年轻人 可能追求成功 追求名利 追求一些物质的一些回报 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可能只有时间 只有热情 但当你进入了30岁 或不知道啦 maybe40岁或50岁 你会开始思考到一些 我这一辈子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是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这个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我也想拿有一本书 叫做在天堂遇到的五个人 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乙波舍教授 克斯丁森 他有很一件 就是在你生命终结那一天的时候 你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 是因为你很富裕吗 还是因为你事业很成功 还是因为你在这一生之中 帮助了很多很多的重要的 就是做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力 那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经验是 我在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去阿富汗出差 那在阿富汗当地有一个叫做 他是一位医生 日本的医生 他从二十几岁东大的医学系毕业之后 他就到了阿富汗 在那边一待待了45年 那当然很不幸的 他在2018年的时候 被盖达组织的自杀炸弹客给攻击 就过世了 但他那个人在当地待了45年 其实你说以一个东大医学系毕业来讲 他绝对可以在日本取得一个很有名望 收入不错的生活跟待遇 但他选择到阿富汗 那或许他的名气在低温体系之外 也不会有很多人听过他 但是他却扎扎实实的在当地去 救治了很多原本可能 没有这位医生 可能就会因死而过世的一些病患 一些儿童 一些妇女 一些当地的一些不苦无疑的一些老人 那这个人 我相信他的成就在某些程度上 我并不认为他输给那些 比如说慈善 比如说赚了很多其他大老板 或一些企业家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你怎么去衡量你这一辈子 或你最想要成就的一些价值 那这件事情不会是一蹴可及 而且他一定会不再变到 那当你找到这件事情 跟你所热情向往的价值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挑战 他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我自己当然坦白说 也还在找这样 还在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寻找 那我也是鼓励 或者不管任何年龄层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找到 自己真的想做的那些事情 谢谢 好 以上 对 那其实就是真的是 找到那个价值跟意义性 那我曾经有想过说 在我临终闭眼的那个一刹那 就是我想要大家怎么样记得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其实时间是 精力都是有限的 就在一个人生的时间轴上面 你其实可以计算到 你这辈子大概会赚多少钱 你大概可以 就是平均年龄大概活多久 可是在这样的交织下面 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这一题也想要问 郡靖主任当初为什么会 就是可以那么坚持的 在慈善这条道路上面 这个题目很好 就是的确人生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计算的出来 但有更多的事情是计算不出来 那举我个人的例子 我是政大外交系毕业 那整个台湾大概就 政大是外交系 那当然台大有政治系的 这个国际关系组 那么几乎整个台湾的 这个外交的系统 有一定的比例 其实是从外交系这边毕业 那么所以我的父母进想 当然就觉得说 这个在台中医中 还有包括等等各方面 那几乎在我们那个村子 大概就两个人是念国立大学 一个就是我的表格 他念台大政治系 那一个大概就是我 所以我们那个家族 那个整个村里面 其实对于将来投身 在这个领域的部分 其实抱着相当高的一个期待 那后来我到金门当兵了以后 然后看上人的书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inspire 就是说 想要希望能够达到一种 世界和平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那或者是我们期待一个 更好的人类生活的 一个梦想的境界 那我发现在上人建构的这个词记 的一个整个系统里面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位 非常值得能够终生学习的一位 好老师 是一种生命的导师 所以我决定transfer到这个地方来 那就会遇到了刚刚谈到的 不管是收入也好 这个家人的期待 各方面的一个跨年龄时代的沟通 那以为他们我到此期是要出家了 那我自己很深思熟虑的以后 因为我们的家庭曾经经济大好过 也曾经经济大落过 可是经济的一个好跟坏 但有一件事情是从来没变过 那个叫做家庭之间的不断的争吵 哇这个爸爸妈妈的争吵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 我发现这个有钱也吵 没钱也吵 那我得到一个结论 有钱没钱 跟家庭的幸福度的这件事情 不是必然关系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关键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家庭 去投入了一些所谓的 positive的一个元素 那个元素是能够让这个家庭的幸福曲线 不断的向上攀升 那我后来整个思考了以后 觉得慈激似乎是一个好的solution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 包括我父母亲差点登报 把我作废啊 等等各方面的断绝父子之间的关系 那后来我来到慈激了以后 大概将近花了十年的时间 改善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 后来我爸爸妈妈就全部都搬到花莲 那我爸生病后来往生了以后 他也同意捐赠大体 我妈也在我爸爸父亲捐赠大体的那一天 他也决定吃素一路到现在 所以整个家庭就产生了坦白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投入一个善的能量 在整个家庭 包括自己生命成长的因素 我个人觉得是蛮重要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是唯一的解放 不是 是我自己觉得说 这个方式对我来说还不错 因此我觉得每一个人 似乎都应该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对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跟工作 投入的一个positive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能量的那个point 我觉得是如果找到的话 我觉得 人生基本上应该大部分的时间会是快乐的 那以上分享 感恩敬主任 就是那个幸福感跟快乐 就是从来不是一蹴可及 就像主任刚刚讲到说 其实我们要找到那个关键的点在哪里 然后投入慢慢的加一点点 像主任花了十年 在就是把那个家庭关系 就是做一个 不是很像是脱胎换肤吧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金钱或是 那些社会地位 好像不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反而是那个幸福感 以及那个人生的意义 会是到 对到不同年龄层都想要真正很深觉的问题本身 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今天的报告人 这是他是秉勋 然后秉勋他是念国立清华大学教育心理与智商学系的学生 他会为我们今天的论坛做一点点的回馈与整理 那时间交给秉勋 谢谢主持人 然后谢谢各位讲者 那现在就让我来帮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论坛 稍微讨论哪些点 那一开始我们先从我们的主轴 就是因为青年日提到了 Leave No One Behind 提到了这个年龄差距 跨世代沟通年龄启示的问题 那接下来主持人为我们分享了一下所何谓是X世代Y世代以及日世代 那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如何的 所以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年轻人是否 那现在常常看到一个现象是年轻人可能会不敢接棒 那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运行 那这部分我们邀请了四位讲者分别针对这个议题来为我们进行分享 那首先幻许提到了 就是他认为可能 幻许身为我们的X世代的代表 那提到认为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年轻人教育水平比较高 那因此需要更努力更竞争的去争取所谓的底端资源 那这样可能会造成上像年轻人他们精神上压力会比较大 那会产生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 而且他认为说不同背景的人 他们可能知见他们的因为不同背景 所以知见压力是不可以相比较的 那另外佩颖的是提出了一些案例的分享 像是他在职场上沟通失败的一些经验 那他最后也提到了说由于 最后也提到说由于 他们可能因为不同的不同年龄线 他们有不同的社交和沟通的方式 那导致他们在互动上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那最后他们也成功的运用了深度对谈的方式 以和年轻世代成功的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进行了修复 那另外运进主任也提到了 他们在此地中也持续的尝试去建立一个和年轻人沟通的桥梁 他提出的案例包含说现在志工年龄常常会偏大 那要如何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呢 那他们就提出了像是电竞比赛等等 而且也因为志工年龄偏大可能会产生有数位能力不足的问题 那他们也邀请年轻人去教导 以及帮助这些志工们去学习一些比较接触一些比较新的科技 那在接触跟学习的过程中 他们就放开了彼此的成见 然后试着去理解对方 那学习抱着创新的精神去学习一些新的技术 那另外是一展的分享 一展提到的是 在现在社会 普遍世界上都逐渐的 高龄化的社会的现象是逐渐的 每个各个国家都出现了这个现象 那因此世代街的互动也更加重要 那在联合国工作上面 他们非常重视各项的平等 那也要求进修相关的议题 那因为他观察到像是 高龄可能也会有数位弱势 不只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是 可能年轻人他们对这个社会上 会有一些压力等等的问题 其实中年或是高年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也有面临到他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直接的障碍 更可能是个体之间 他们的遇到了一些能力上的问题 或是权力跟资源的分配的问题 还是实际上造成这些问题浮现 而不是单纯年龄 就作为一个障碍 让每个人产生了一些 面临这个时代下的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图事人也提到一些 追问了一些像是家庭中 如何进行跨市来沟通的经验 那运镜主人跟配 还有佩颖跟幻询也都分享了 关于他们在家中 如何教导父母或是长辈等等 如何使用最新的数位的一些平台 或是社群媒体的东西 他们也提到了 可能会因为生活上的压力 而造成在沟通上 可能会一些态度比较不良 那因此 我们也需要慢 有时候需要非常有耐心的 慢下来 和不同世代间去沟通 然后了解他们的问题 真正的理解之后 才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 有效的问题的解决 那另外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我们的Q&A的方式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对于行善 最容易移情年轻人 注意的切入点是什么 那幻询认为说 身为年轻一代 他认为最重要是需要 能够直接的帮助到别人 而且能够越简单 越直接越好 就是我们希望追求 类似因为年轻人 他前面提到 非常在意竞争 那因此竞争这么激烈 生活速度这么快 我们更再也是一个效率的观念 所以就是做行善 我们也强调要有效率 那另外在 一展只是借由这个话题去提出 其实 现在做行善的确可以讲究效率 他提出的SROI 就是Social Return on Infraignment 我们的确可以用一个 更数据化的方式 去衡量 就是我们行善上面 到底可以达到多少的回报 那这因此可以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在行善方面 更引起年轻人注意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就是面对信仰待年轻人 还有有家庭的中年人 要如何驱动其学习力 而不是让他只安稳的 安逸在平稳的生活中 那运镜主任提到的就是 采用创现工具 不断的学习 必须要认知到自己的部阻 而且开放自己的心 去接受更新颖的观念 还有一些工具技术等等 那你就会抱持着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达成一个 因为你会有目标 跟你的理想 那你就会为了达成你的目标 你就必须要去接受 这些创现工具 而不是一固的 不是不断的守旧 然后只坚持着 采用自己的旧的方法 而是开放 同时自己再传承自己的经验 同时也去学习新的工具 新的技术等等 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是 年轻人的梦想和现实工作 是如何并进的 那佩颖在这边提出的观念 是将工作可以拆开来 就是他可能工作 也严肃到一展等一下会提到是 我们对工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常常普遍定义 是会有报酬的 那一展认为说可以放宽标准 这其实跟佩颖提到的 将工作拆开来成不同的 种类的工作 是非常的相似 那另外 如果我们将工作 参开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 更广泛的去 让我们的梦想跟工作 能够实现的并进 并且找到自我实现的意义 那最后运进主任提到 佳颂的期望 是让他在他的实现梦想跟工作上面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他认为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工作中 投入一些正向的能量化 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 达成这个目标 那大概今天 最后就为大家总结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好 谢谢秉轩非常快速地为我们 在这个常常的对谈中 做了这样子以下的重点 那希望就是今天做完会是有 可以真的促成跨世代的沟通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 交给那个执行长办公室的 特别助理 那就是祖松 祖松打时间给你咯 好 线上各位大家好 我是祖松 非常感恩的今天的panelist跟 David帮忙我们做非常完整的说明 然后在跨世代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这个观点的交流 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两个月后 10月22号将会进行 第一届的慈激国际青年会的论坛 那主题是青年行动 共够未来这样子一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这样子一个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的重点 将会带到这个大会当中 一起来把大家的comments 想法建议 那建构起来在这个论坛当中 继续深入的探讨 那往下一页 那这个青年大会的重点是希望可以去凝聚大家 透过凝聚 请再帮我点一下 透过凝聚 我们希望可以启发大家 不管是从这个alpha世代 z世代 y世代 x世代 甚至是有更这个baby boomers 更早的一些更资深的志工 我们如何从志工当中学习到 来启发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科技 如何去启发 这个资深的团队 如何去透过好的科技 可以去更 更有效率的去执行任务 那再往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实践 不只是在谈dialog 谈互相了解 知道 共知共识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行动 共行 再往下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将会有这个论坛 这个新世代的论坛 还有里面会有工作坊 甚至是如何把工作坊的action 带到往后 2023年的action 那我们目前会关注的三个主题 包含环境保护 优质教育 跟地炭 绿色饮食 那往下呢 是我们这一次的论坛 在台湾呢 我们将会在 直系东旭会所B1 目前还在这个进行 最后的这个整修当中 那这个活动呢 将会是首次在直径 活动场域将启用 那如果您不在台湾 没关系 我们也会有这个国际 线上直播 进行工作坊 那再往下 最后呢 我们希望呃 大家在呃 看到的这个 international youth generation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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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青年日 这个跨世代的这个座谈当中 希望把大家的想法建议 我们会促进更多的跨世代的交流 希望 在10月22号 有机会看到 不同世代的大家 共同来共享盛举 把这些 很好 很散的这些想法 共同化为行动 达到更好的未来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感恩 主总学长 就是大家记得 在今年的10月22 在台湾的东区会所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 跨世代更深入的讨论 不同的议题 也就是今天收集到 各位讲者的想法 以及各位的提问 我们会在10月22的时候 就是用个工作坊 跟报告的形式 让大家可以在针对这些议题 做出决策与行动 那回归到年龄平等的未来 就是需要大家不断的 互相尊重 跨欲 然后倾听 把年龄这样子的标签撕掉 我们其实都是地球人 然后我们都可以一起 共同的来解决与执行 永续发展的议题 感恩大家 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 感恩 感恩大家拜拜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